包的人听明真相,马上让李飞升作正位,率领差人们跪倒二次参拜。 打这儿以后就不能叫李飞了,她是当今皇上的母亲,李应当就叫国太。 所以包的人以国太相称,大败了三败。 李国太吩咐一声,包卿家免离平身,你到这乡来,成遵旨。 包的人站起来,挨着李国太站起来,这李国太看不见了,用手摸,从头上摸到脚下。 他这才发现,包的人是个大身材,肩膀也宽,脚着非常高兴。 包爱卿,你说,我这个官司能不能放过个儿来,我儿子能不能认我? 国太放心,把这件事交于为臣。 我一定想方设法,把当年李某换太子之事公主于众,一定周近母子团聚。 好,你要真能办到,真是立了最大的功劳,哀家一定重重的感谢。 国太放心,我一定能够办到,那好吧。 包公就说,现在您环境变了,不应当才穿着破衣服,应当沐浴更衣。 李国太白手拒绝,说,医生我不能换。 因为我们母子还没有相见,她认不认我还不清楚。 我要让她看一看,她亲娘受的是什么罪,环境是多么样的艰苦。 包的人一听也对,不换就不换吧。 这就问国太亲自, 您流落到西华县的好桥镇,有没有人欺负您? 要有欺负您的,您跟我说,我一定把她抓来重重处犯。 国太问听,白了白头啊,爱卿,哪有人欺负我呀? 我依贫如洗,跟乡亲们和睦相处,没有这种事。 哦,那么我再问国太, 有没有人对您有恩,咱得报答呀,这个您能说出来吗? 国太点了点头, 报情下,对我有恩的人有的是, 最主要的就是这犯老夫妻,虽然他们已经过世了, 还有个儿子叫范荣华,就是当地方的那位, 要没有他,我也活不到今天, 那是我最大的恩人。 哦,包公一听,那范地方,现在就不是范地方了, 是国太的刚儿子,就是当朝的千岁了。 他马上分,张龙招呼,王朝马汉, 此方大人,赶紧快把范千岁请到这里来, 是,四个人转身出去了, 请这位范千岁。 这范荣华呀,咱们说过, 一还怕掉到那干沟里头, 干什么呢? 他光哭了。 谁看母亲被带进天气庙, 她那心呢都要碎了。 心说糊涂的娘哦, 您不听儿我的良言相宣, 这要带了五眼家,可怎么办呢? 一会儿他抬头看看, 一会儿拔脖瞅瞅, 怎么这么长时间娘还不出来呢? 大概在里边受苦呢吧。 他有心去看看,他害怕, 不去实在放心不下, 就哭不,眼睛都哭肿了。 眼看着东方见谅, 他抬头这么一手, 在庙里出了四个大哥, 都是当官的。 范荣华这心, 当时就紧张上了, 不知的是急还是凶, 就见张荣赵虎就喊, 范千岁, 范千岁你在哪儿? 范千岁。 这范荣华耳朵也上火, 根本没听明白什么叫范千岁, 他广听了个范千岁, 心说我娘, 一条就带吴雅家, 要犯了千岁, 还不得把我割了, 我快跑, 蹦, 蹦起来就跑。 张荣眼尖, 呦, 在那儿, 犯千岁站住, 你别跑。 大伙越追, 他是越跑, 把这四个人累得满头大汗, 好不容易钻把他碾上了。 范荣华呀, 哭同望地下一跪, 四位呀, 我从来没做过坏事, 你们怎么管我叫犯千岁, 我没犯呢, 这四个人也不敢乐, 我问您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, 您听错了, 我们没那么说, 我们管您叫犯千岁, 犯千岁, 那是什么意思? 哎呀, 您现在是千岁了, 实不相瞒, 就您那母亲突然被挺破那老太太, 你这是谁呢? 谁呀? 那是当朝的国太呀, 皇上的亲娘, 你是国太的刚儿子, 现在也可以说是金之玉叶, 国家的皇亲了, 我们奉包的人所拆来, 请你来了, 快跟我们回去吧, 是啊, 要这么说, 我娘没挨打, 废话, 那国太能挨打吗? 跟我们走吧, 哎, 谢天谢地, 真是一场虚惊啊, 哎, 我问问你们四个, 我官大, 是你们官大, 哎呀, 我的千岁, 您是皇亲, 金之玉叶, 贵为千千岁, 我们是当奴才的, 那怎么能比呢? 那我, 我能管你们不, 那太能管了, 是啊, 都, 这一嗓子把四个儿吓坏了, 哭通全归去了, 啊, 千岁, 我没你们这么缺德的, 哎, 没有打官司告状的, 你们非逼, 逼去了吗, 还给带五眼家, 把我脸的都要吐血了, 哎, 你们太混账了, 千岁, 这般情有可原啊, 我们哪知道您是千岁, 要知道吓死也不敢, 再者一说呢, 越年龄越跑, 那也赖不着我们呢, 对, 对了, 可也是这么回事, 那你们起来吧, 我去找我娘去, 您等等, 给牵了一匹马, 您骑马去, 还骑马呀, 还行, 长这么大, 我还真没骑过马, 一会儿有人, 给牵了匹马, 这范荣华呀, 还真没骑过, 不管你左脚认凳, 还是右脚认凳, 那腿一片, 他不就骑上了吗, 这位好, 认凳之后一转身, 脸儿冲着马屁股, 他低头看着还纳闷, 我这马, 怎么没脑袋, 也四个人乐的, 我千岁您上翻课的, 转过身来就有了, 哦哦, 跑哈巴去了, 行了, 这玩意还不如走痛快呢, 他又从马上跳下来, 说说笑叫走进天气庙, 范荣华抬头往上一看, 哟, 真的, 母亲在正中坐着, 那包的人在旁边站着, 范荣华就像小孩似的, 发脚如飞, 登登登, 跑到国泰身边, 娘啊, 您可把儿我急死了, 娘啊, 您怎么上这儿坐着来了, 您往那边凑合凑合, 我也坐一会儿, 这不叫耍贱吗, 李国泰伸手把范荣华拉住, 儿啊, 咱们受苦算受到头了, 从今以后苦尽天来了, 是吗, 那咱吃饭就不发愁了, 正是, 你还要感谢包大人, 包爱卿, 这就是我的恩公, 包的人, 对这范荣华是肃然起敬, 你别看没念过书的大老粗, 这人这心眼太好了, 把包的人感动得好像没哭了, 强步踢身过来, 给范荣华施礼, 范千岁再上, 臣, 有理了, 堆金山倒玉柱, 这就要磕头, 范荣华一看, 哎, 当当当当当当, 我包的人, 你刚才管我叫什么, 范千岁, 那么我打听打听, 我这千岁大还是你大, 哎, 您是君, 我是臣, 自然您比我大了, 那我管你能管得着吗, 分什么事情, 当然你能管得着, 是啊, 我刀, 我包的人你太缺德了, 好像没把我鼻子, 不是带威尔迦, 就是要我的下半截, 我非打你不可, 刚一伸手, 国泰温平把桌子一拍, 哎, 荣华不可造次, 你想想, 包的人要不比你, 你能回去对我说吗, 微娘不来告状深渊, 咱们能有今天吗, 追根寻缘, 还不得感谢包的人吗, 你怎么还要打人呢, 对, 也是这么个理, 话不说不知, 木不钻不透,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露, 哎呦, 我得谢谢包的人, 谢谢包的人露, 包公跟他挺亲戚, 这李国泰眼珠一转, 想了个主意, 包爱卿, 我九件事情对你说,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应, 国泰千岁, 谣化清阳, 臣尊旨就是, 我现在身边除了荣华之外, 没有旁人了, 我打算咱们亲近一步, 我收你做明灵义子, 你看如何, 干什么, 收干儿子, 叫这干娘, 这哪找去, 包的人文凭此言, 撩一幅贵道在地, 母亲在上, 儿给娘扣头, 他这行完的礼, 众人都来祝贺, 国泰算收可干儿子, 为什么这么办, 多了个心眼, 这不进这一堂呢, 希望包的人能给他使劲, 把这个事情给他成全了, 包的人呢, 也明白, 但是认这么个干娘, 没有坤吃啊, 咱们叔叔简断, 包的人在草桥镇, 待了仅仅两日, 这才吩咐一声, 起一对回东京, 准备了两畅教, 让国泰和范荣华都坐在轿子里头, 不能让外人知道, 路上无话, 等离得东京不远了, 包的人把包心叫到轿前, 告诉他, 你马上先行一步, 回开封府, 告诉李夫人, 你就说国泰来了, 暂时住在咱们家, 让他把佛堂打扫干净, 安顿国泰居住, 另外, 告诉严密封锁消息, 不能让外人知道这件事, 奴才嫉妒了, 包心飞马, 赶奔开封府, 一六严就到了, 甩凳下马到了里边, 叩见李氏夫人, 把包的人的话说了一遍, 李氏还愣了, 哪来个国泰, 包心就把天奇妙的事情, 对李夫人说, 夫人这才恍然大悟啊, 带领使女丫鬟, 把佛堂打扫干净, 安排了铺位, 准备了吃喝, 和准备迎接李国泰, 几日以后, 包的人进京, 用轿子把国泰抬到开封府后门, 抽头的进了佛堂, 包的人都安排好了, 他搬到大象国寺去居住, 当夜晚间修好本章, 要朝见天资, 咱们单说四地人宗, 听说包枕放梁回京, 心里十分高兴啊, 生作八宝金殿, 文武朝贺一地, 分立两乡, 人宗传职, 选包爱卿上殿, 包的人来到殿上, 先行了君臣大礼, 跪倒再立, 仁宗往下看看, 非常痛快, 包亲家, 臣州放梁之事, 怎么样了, 明知的还得问问, 这叫例行公事, 包的人回答了几句, 最后说, 臣已经修好本章, 详细的经过, 都写得很清楚, 秦竹公龙木御览, 把本章望上一地, 垫头关双手接过来, 乘于四敌人宗, 人宗打开, 也就看了几页, 乌灰呀, 包亲家, 立下盖世的功劳, 朕必要重重赏你, 来人, 光露寺大牌宴, 给我的包爱卿贺宫, 几日之后, 朕环要加封他的官职, 包的人贵倒二次谢恩, 可正在这么个时候, 在文官的队伍当中, 遭出一人, 高清象牙虎板, 贵倒在地, 万岁, 这一碗呢, 哈哈, 文武百官都愣了, 一看这谁跑这儿哭来了, 四敌人宗望下一看, 非是旁人, 正是太师旁鸡, 皇上明白他哭声, 一定是哭他儿子, 安了侯旁玉呗, 旁玉被杂解事, 那早就出现了消息了, 唐吉, 你为什么说口中含冤吗, 冤在何处, 哎哟, 我万岁, 万万岁啊, 包拯只不过是个开封府的福音, 茶番陈州, 将我儿用扎刀扎了, 按李应当说, 那是皇亲国秀, 李应当押送到京城, 交三法司六大部审去, 甚至万岁可以龙楼欲审, 他有什么权利, 就把国舅置于死地, 就万岁给我做主啊, 这家伙来个道打一耙呀, 他刚说完了, 有很多忠臣都不干, 胡扬高梦, 这是四大家, 另外, 由吴军都提府, 铁帽子王爷岳恒, 这老王爷不管这套, 岳恒卖幕出班, 功身势力, 万岁万万岁, 太智庞提本告不实, 按安乐侯所作所为, 死有欲辜, 李应当抄家灭门, 万分绝末, 可万岁皇男浩大, 没有追究他们的家族, 没有株连九族, 他就应当感到心满意足, 他不但不谢恩, 在巴布金殿还要告国家的忠良, 实在是不知好歹, 请万岁将士给太师旁击严厉的图犯, 他说完了, 胡扬高梦, 双天官扣准, 左班丞相王袍, 欧阳修, 全会先一致同意, 皇上一看, 这老丈人引起功分来, 为了给包的人一个好看, 人总把龙胆一拍, 叹, 庞吉, 你真是老不知好歹了, 刚才我那月爱情说的话, 你听见没听见, 你儿子庞宇死有余辜, 应该死, 你怎么说我包爱情没权力呢, 我赏给他三口铜杂, 两口宝剑, 有先斩后造之权, 他是代表孤家的, 难道说这些事你不清楚吗, 哦, 你仗着你是皇亲, 你以为朕能包庇纵容于你, 你想错了, 朕是个明君, 能干那糊涂的事吗, 我让你本餐不食, 陷害国家的重粮, 这欢了得, 来呀, 把他推出去, 杀了, 这老张人, 不管皇上是真的是假的, 真给包的人脸上贴近, 金瓜武士望上一床, 把泰式庞吉的帽子打掉, 马尖头龙二臂给捆上了, 这庞吉, 那手下有的是人, 往这八宝金殿上, 就站着四十多个大奸臣, 他们都走泰式庞吉的门路, 其中, 户部尚书李天祥, 兵部大司马孙秀, 孙真, 胡拉朝全跪下, 五皇万岁万万岁, 刀下留情, 老太师, 虽然本参不识, 怎奈痛子心切, 情有可缘, 念他陪伴君王多年, 没有功劳, 怀有苦劳, 万岁呀, 开恩才是, 其实呢, 四帝仁宗, 这也不是真心, 大伙一求情, 他就顺台阶下了, 推回来, 把老庞吉推回来, 绑身解开, 庞吉也真害怕了, 一瞅这姑爷, 真有点六亲不认了, 跪倒在地, 往上叩头, 多谢陛下, 不斩这灯, 非是朕不斩于你, 在那众人苦苦求情, 和友谊呀, 你过去, 给我那包爱情实力, 我包爱情只要答应了, 我就饶你不死, 庞吉一听, 这招可够死, 包黑头是我的仇人, 早晚得报仇啊, 我还得给他求情, 没办法, 这家乐比哭都难看, 来到包的人面前, 躬身实力, 一个劲说好吗,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, 咱们下回接着说, 的工作人生, 为什么我quiera发出替销动工程, 不管弃尽根无 Pas度,